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变形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604集 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是大红风系列里头 Nest 巢穴配色的Ratchet 救护车 那Nest是变形金刚第二集里头出现的一个美军的组织 那你可以直接称呼它为巢穴 那Nest其实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09年的时候 也是有专门一个系列 也是叫这个名字的 那么Nest系列的话 用了很多的SS系列的模具 下去做这种暗黑或者是叫做黑夜行动的配色 那么挑选的模具有好有坏 而这一款Ratchet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做的相当的不错 以对比先前我SS系列的话 拥有的这一款应该是04号 那附带的武器是不一样的 先前SS的话呢是一个电锯 而这一次的话这是一把枪 当然SS的话呢也有推出一个电影第三集的配色 那个配色的话呢是更加的偏绿 那一款玩具的话呢 我已经把它出掉了啊 所以这一次就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做个对比 而这一款重途的版本呢 大家第一个关心就是它的一个做工怎么样 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它这一侧的车门盖啊 不晓得为什么 这里的话呢 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它盖得很紧 它都会有一个崩开的一个情况 非常非常的可惜哦 再怎么捏紧呢 它还是会崩开 相较于先前的模具的话呢 则是非常的舒服 密合度非常的好 而在塑胶方面呢 两者摸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先前的SS的版本呢 好像比较硬一点 这个摸起来感觉比较舒服 那配色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啊 直接从画面里头做个对比 其实两个配色都不赖 而这一次的Nest的配色 感觉比较酷一点 一个军舞的风格呢 更加的强烈 然后它有一个属于巢穴的 一个特殊的logo 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Nest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滚动性也是很好 没有问题啊 就是这个车门的 这个不是不是车门的 就是这个部件啊 怎么样压的话呢 还是都会稍微去崩开一下 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Nest配色的衣冠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首先武器 我们把它给取下来 那并行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的习惯从这个地方往侧边一挑啊 然后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给解放出来 这里一样挑一下 把它整个手给放出来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往上斜推 斜推一下之后 这个部件整个往上翻 这个地方折进去 这里呢再做一个反折 到这里 腿的话呢 可以先伸出来 到这里 那我们这个时候先处理腿部好了 腿部侧边这个部件放下来 然后呢 把腿的话呢 这个地方给整个都给打直下来 腿部的话呢 翻到 这个正面来 这个地方呢 从这边看 就非常清楚了啊 这里转一个角度过来 腿的部分呢 就算OK了啊 在它的一个上半身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形啊 这也是 飞轮从初代开始吧 就有的一个变形 这个部件只有中间啊 这里跟这里不动 直转中间这个地方 把它做一个 180度的一个大回旋 那当然 我们这个手臂的话呢 是要回避一下的 好 翻折过来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按照说明书的变法呢 这里是要把它给撬开的 撬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啊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两侧的扣进去 这里的话呢 顺便把它卡住 稍微打开啊 有一个样子就行了 头部翻转180度 然后呢 把这个头啊 转到一个标准位置来 手的话呢 这个时候是 手肘是反折的 那它的一个 这个部件的话呢 折进来 之前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翻折 轮胎翻折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侧 要把这个轮 不对 讲错了 要把那个车灯 给转到前方来 那当然这个造型是 可能比较好看啊 让这两个 车头灯吧 能够出现在 它的肩膀上 那最后 这个背包的部分啊 这个轮胎的这个洞啊 要去卡住 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 到这边 过来 把它给卡进去 这里 好 卡上了 那这个时候呢 背包呢 就扣上了 但是依然 留了一个非常巨大的 燕尾服一样的一个尾巴 在后方 那它的武器的话呢 由于造型呢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啊 它这个造型 两侧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好看一点 这一侧朝外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把它握持在 左手的部分 讲一来 我们这款Nest 配色的飞罗衣冠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么相较于先前这一款 SS04号的亮绿色 这一次Nest配色的话呢 可以说更加的稳重一点 甚至它其实不能讲军武 我觉得它是警察的风格 好像变得比较强烈 那非常适合夜间行动的感觉 那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以这一款来说的话呢 它的面部 黑色的头 对不对 头是黑色 然后银色的面罩 水蓝色的眼珠 这整个面雕来讲的话 比起先前的 这个原色版本的一团 绿色来讲的话 我真的觉得头雕 这一回算是强烈的胜出了 那么胸口的话呢 这三个灯的点缀 让整个胸口的立体感 有直接的加分 那当然这个车子的一个车头灯 这里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对不对 让整个除了黑和灰之外 其实它的一个整个色块的分布 是很漂亮的 鞋尖 这里啊 这个灰色是金属的一个光泽 这感觉很好 甚至的话呢 你如果不是很认真看的话 说不定会以为它这个腿部 是金属的一个部件 那以造型来说 这个模具里头 飞轮的大腿内侧 这个类似于内骨骼的部分 在这个配色里头呢 一样 非常的抢眼 那以这个模具来说 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它后方背包剁出来这一块 当然很多人说 我可以把它削掉啊 怎么样做个改造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是不会要做这个选择的 那以这个背包这样子来看的话 各位有没有一种 就是TW不是有一段时间 有推出一些 一战风格的 呃 冰性金刚玩具嘛 对不对 这个涂装的配色 就跟那个系列 有非常相像之处 那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个 Nest配色的飞轮 除了车形态呢 我的有一边的 这个车子的 中间部位 合不拢之外 不晓得是我的通病 还是大家都这样 其他各方面来说 我都觉得这一款的 做工来讲 呃 配色来说 当然本身的变形设计 也是很好玩的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具的 如果说你先前没有 呃 这个模具的话 硬要在这么多的配色里头 挑一款 我还蛮推荐这一款改色版的 那算是这种变色的版本里头呢 值得推荐的一个 那今天就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